他叫叔小弟,是一只白鼠 他不仅会说话,会看书,会刷牙,还会开车 但他的父母却是眼前这对夫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还得从几周前说起 今天是周一,又是一个需要上学的一天 但小学生小智却异常兴奋 因为今天他的父母大卫和大妹要去一趟孤儿院 想要为小智领养一个弟弟 等一切手续办理完毕 大卫带着妻子想要挑选一个男孩带走 但他们都很可爱,根本不知道选谁 这时他们脚下传出了说话声 两人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白鼠在自言自语 白鼠名叫鼠小弟,他也是这里的一名孤儿 看着鼠小弟幽默可爱,夫妻俩果断决定领养了他 可当夫妻俩刚把鼠小弟带回家中 他们家养的猫,小白扑过来一口吞掉了鼠小弟 夫妻俩吓得一激励,赶紧命令小白把鼠小弟吐了出来 鼠小弟摸了摸自己的尾巴还在,才放下心来 大卫抱住小白狠狠逊了一顿 命令他以后不准欺负鼠小弟 此时小智放学回来了 他满心欢喜地想要见见自己的新弟弟 结果一看,是只老鼠 小智很是失望,独自回房间去了 第二天,鼠小弟开始模仿着小智的样子 刷牙洗脸,样子十分地可爱 此时大门要洗衣服 小智在换衣服时不小心盖住了鼠小弟 就这样,鼠小弟被丢进了洗衣机 随着洗衣机的启动,鼠小弟也紧张起来 此时小白路过,鼠小弟想求小白拯救自己 但小白十分讨厌这只老鼠 无情地转身离开了 鼠小弟心想,完了,只能等死 直到大美再次回来,看到洗衣机中的鼠小弟 大美赶紧打开洗衣机,放他出来 好在鼠小弟只是轻微的感冒,并无大碍 第二天,小智家举行家庭大聚会 叔叔阿姨们听说大卫有了个小儿子 都纷纷带着礼物来祝贺 但当他们看着小儿子是只老鼠的时候 还是感到很惊讶 不过他们还是很快转变过来 马上接受了这位新成员 反倒这小智一直把鼠小弟当成是只老鼠 根本不喜欢他,甚至当众羞辱他 鼠小弟的内心十分失落 第二天,小白的朋友小黑来找吃的,直接闯进了小智家 并在这里发现了鼠小弟 经过一番谈话,成功引起了小白和鼠小弟的矛盾 我不只是老鼠,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养了宠物猫的老鼠 小黑的无情长笑让小白脸面尽失 小白很生气,他决定干掉鼠小弟,一血吃肉 鼠小弟只能慌忙逃命,小白紧追不舍一头栽进了垃圾桶 而鼠小弟无意中跑到了小智的房间 小智正在摆弄玩具,鼠小弟的床褥让小智有了玩伴 小智向鼠小弟介绍自己的玩具,修你俩的关系也有了缓和 小智还让鼠小弟乘坐自己的玩具车 车子看起来就像是专门为鼠小弟打造的 此时大卫和大梅也进来了 小智告诉他们自己过几天有个比赛,希望大家都一起去 窗外的小白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心里十分难受 他决定报复鼠小弟 在小黑的带领下,小白去见了猫老大 猫老大也答应小白会帮他干掉鼠小弟的 几天后,城市翻船比赛开始了 在准备时,鼠小弟不小心把遥控器掉落地上 路过的行人踩碎了遥控器 看来小智的比赛是无法参加了,小智有点失落 本以为他们只能计全了,没想到鼠小弟竟然上了船 就这样,小智的翻船脱离了遥控器,开始比赛 在比赛途中,坏小子阿华驾驶着魔鬼号横冲直撞 很多选手的船都被魔鬼号无情碾压 鼠小弟驾驶翻船,就避开了魔鬼号的袭击 成功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冠军 晚上,小智一家开始庆祝 正当大家说说笑笑十分开心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 大卫去开门,低头看到一对白鼠夫妇 白鼠夫妇一身贵族打扮 自称是鼠小弟的亲生父母 当年因为家里贫穷,无奈抛弃了鼠小弟 现在他们富裕了,想要找回自己的儿子 大卫和大美一商量,把白鼠夫妇请进了屋 白鼠夫妇还一直请求鼠小弟跟他们回去 经过四位家长的商议,还是决定让鼠小弟跟父母回去 这样他的鼠生才算完整 鼠小弟要走了,但他一点也不开心 他刚刚习惯这个家,却要离开了 小智知道鼠小弟要走,把自己最爱的玩具车送给了他 并希望鼠小弟能常来看自己 随后,父母带着鼠小弟离开了小智家 回到了自己家的别墅 别墅很大,可鼠小弟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看着窗外,他想念小智一家 大美也无时无刻的在想着鼠小弟 第二天,福利院的管理员来家访 在交谈中,大卫和大美才知道 鼠小弟的父母多年前就死了 多年前,鼠小弟的父母去超市买东西 发生意外,被一堆罐头压死了 所以昨晚的白鼠夫妇肯定有问题 大卫和大美赶紧报警 另一边通过大白和猫大佬的谈话得知 白鼠夫妇是他们找来的杀手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掉鼠小弟 但是白鼠夫妇心地善良 他们也是被逼的 晚上白鼠夫妇就把真相告诉了鼠小弟 鼠小弟不但不伤心反而很高兴 因为他忘不了小智一家 这样他就可以再次回去了 随后鼠小弟看着车子就走了 在回家的途中,鼠小弟迷路了 毛老大带着手下来追杀鼠小弟 鼠小弟一看情况不妙开车就跑 结果一头栽进了下水道逃过一劫 等鼠小弟爬出下水道 刚好来到小智家 而恰好小智一家拿着照片去寻找鼠小弟 已经全家出动了 鼠小弟来到家中只有小白在等他 小白告诉鼠小弟 他走后全家人都在庆祝 并且还在照片中把他去除了 鼠小弟看着照片伤心万分 他决定离开这个家 不再打扰小智一家 而此时在外面 小智一家在路边贴满了寻鼠启示 等一家人返回家中 鼠小弟已经离开了 此时猫老大他们一直在寻找鼠小弟 小白也在中央公园找到了鼠小弟 但此时小白已经回心转意 他不再想伤害鼠小弟了 等猫老大他们赶到 小白带着鼠小弟就走 为了不连累小白 鼠小弟自己开始逃走 结果挂在了树上 几只猫都想去吃掉这只老鼠 但树枝撑不住了 小白也赶来采压树枝 树枝应声而断 几只猫全都掉进了水里 就在小白得意的时候 猫老大出现在小白身后 猫老大刚想动手 鼠小弟用树枝弹射把猫老大打入水中 危机也成功解除 随后小白带着鼠小弟返回家中 一家人还沉浸在伤心之中 鼠小弟站在窗外敲打着玻璃 小智看到鼠小弟回来了 激动地叫了出来 一家人赶紧打开窗户 他们终于又团聚了 本期互动话题 测试你的弟弟是谁吧 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 选中图片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 9年1月1日 3日 3日 1日 1日 3日 5日 8日 6日 4日 8日 感谢观看